王汪老师这是我从事舞台艺术以来的我的良师益友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我参加了四次央视举办的小品大赛 获得了一个三登奖 两个二登奖和一个一登奖 曾经也获得过中央电视台的小品大赛的最佳男演员 我的所有的这些作品全是王汪老师的作品 那在生活中你是把他当大哥呢 还是当领导 更多 他主要把我当对手 这是我的大哥 但是他作为领导也是一个好领导 邵峰这个人 他第一 我觉得他把朋友的事会当自己的事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觉得他把塑造作品 当塑造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这一点他做的也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邵峰的第三个特点 我觉得他跟自己较劲 也跟自己的合作者和那个剧本较劲 他是个较劲的人物 他跟您较过劲吗 我们俩较了一辈子劲 我们俩较了一辈子劲 可以说就是为了一个作品有时候吵的 我在那个舞台下边的观众席里 他站到舞台上 就指着鼻子 就伏了 就差带丧字了 那是凶神恶煞 就吵了俩人吵着 吵了吵了有一次 那个他夫人过来了 他夫人以为为了打起来 对对 他夫人那个人特别好 就就 那个声音喊的那个声音都有点 那个音都有点破了 说商风 说你干什么呢你 你干什么给大哥这样 对 他因为我们俩吵起来 他当天晚上跟我说 我回去还还到反倒去安慰 这个这个邵峰的媳妇 我说弟妹我们俩不是吵 你放心我们俩就越吵越好 又是来你家吃饭点啊 你你不要菜准备好 然后又开始吵 对 当天晚上说 邵峰你必须打电话 给大哥道歉 必须道歉 我说不是 我说我们两个就是这种创作的模式 就是这种氛围 我们不是在吵架 他说不行 你这样太伤人了 你哪能这样 从年龄上 从任何一个层面 你都不应该跟哥哥这样说话 我知道我不对 但是我觉得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 我还挺感动啊 因为我觉得 吵完了 然后人家还能劝你媳妇 说我一会去你们家吃饭去 所以我觉得你身边真的是 有一大帮啊 这样的好朋友 王峰老师啊 我想知道 当年您是先来北京的吧 我先来北京的 那你没想到 赶紧把他整过来啊 其实邵峰来北京 是特别艰难的 嗯 但是邵峰我觉得他有一颗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他有一颗这样的心 嗯 他不放弃 他就一直在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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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